大家好 今天老师会教数学 数学就是有关于form2 chapter2的factorization 因为老师有一段时间也是没有在 我的channel教数学了 如果有同学的数学想要温习的话 或者是在这一课比较差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个video来学一些东西 所以今天老师主要讲fertilization 老师会从最简单的fertilization 慢慢讲到比较难的fertilization 所以我们先看a的开始 a的这一题 所以这一题它是讲 10p-5 所以fertilization 首先你就要看这两个东西 10p跟5 有什么共同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点 就是两个都是可以被5除的 10除5等于2 5除5等于1 所以我们可以抽5出来了 所以10p-5 我们可以抽5出来 先等于先 等于5 当你抽5出来的话 你就要放跨弧了 10p抽5过后 还剩什么 520 如果我们写2吧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p在后面 2p-1 为什么是-1 因为5除5等于1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5跨弧2p-1 ok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题的fertilization 也是最简单的fertilization 你看到这两个东西里面 有什么东西可以抽就抽出来了 抽出来 然后跨弧里面就写剩下的东西 很多学生会出境在这个p 这边 很多学生第一次做的时候 就觉得抽5 所以剩下5跨弧2.1 是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可以忘记掉这个p的存在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ok so 这一题的话呢 是讲到 25m²-7² ok 所以这种题目呢 当你看到啊 它是有 怎样讲呢 就是这个25m² 它是同样的哈马乘起来 变成25m² ok 这个7也是一样 7,7,7,4,9 它是一个同样的哈马 所以简单说 当你看到这种题目啊 好像a²-b² 这样啊 你就可以用一个formula ok 这边的话老师写给你们了 ok 当你看到这种a²-b² 这种formula的时候 就是a²-b²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 把它变成 a²-b² a²-b² 这个formula很重要啊 学生们一定要背起来 ok a²-b² 然后再放另外一个框架 然后再放另外一个框架 就是a-b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好像这一题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25m² 其实就是你的a²了 ok 因为什么乘怎么等于25m² 就是5m乘5m等于25m² and then7²的话 就是7,79 就是7 所以这个25m² 所以这个25m² 它是a² 对吗 它的a就是5m ok 至于这个7²的话 它的b很明显就是7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它是a²-b² 就可以把它变成 a²-b a²-b 所以就是25m² 所以就是5m² 就是7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等于 我刚才讲了 25m² 是等于5m乘5m 所以它的a就是5m 所以你夸课 5m ok 加b 它的b就是7 ok 所以一个也是5m加b 另外一个就是 5m-b 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complete answer ok 不是 这个是7 它的b是7 5m加7 5m-7 ok 这种题目的同学们 比较会做错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这个25m²这一边 很多学生以为25m² 拆了就是5 就把它变成 5加7 5-7 错 或者它放5m加7 5-7 后面就没有放m了 不可以 ok 要记得 它的m²就是m乘m 所以它有两个m 25就是5乘5 然后就是5m 另外一个也是5m ok 好 我们来看多一题这种 这种pattern的题目 就是这一题了 16p²-9² ok 所以很明显的 它这种题目 也是a²-b² 对 对 首先你看它16p² 什么乘什么 会等于16p² ok 你先讲了 什么乘什么等于16 4416 同样的号码 and then p² 等于是p乘p 等于p² 所以它的a就是4p 4p ok 它的b呢是9² 所以它的b就是9 所以4p 加9 ok and then 4p 4p -9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ok 4p加9 4p-9 所以这种题目其实不会很难的 ok 你们做多了的话 你们看懂了它的pattern是怎样的话 就没问题了 最重要的是不要粗心就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来看d d这个题目才是真正的有难度 ok 它的factorize 现在它是有三个东西给你看 有n² 10n 跟25 ok 所以当你们要factorize这种题目的时候 你们要用一种formular ok 就是你要把它们一个一个这样做出来 怎样一个这样做出来 首先你先看 ok n² n² 就是n乘n 对吗 所以首先你要先打出来 ok 一个是n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n ok 然后它乘起来的话就会变成 n² ok so不要忘记你们做这种题目要画线的 ok 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呢我们再画一条线 ok 好 你们还是很blur是吗 不用紧啊 等下你们就会懂了 ok so我们先做好了 就是n乘n 等于n² and这样我们来看25 ok 你们就要想了 什么乘什么会等于25 ok 答案就是 55 25 ok 我们试下5525 所以我们 在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要放 5 and then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要放5 好 所以55的话 就是25 25 好 所以呢 ok 当你们做这样子了的话 ok 你们呢下个步骤呢 就叫交叉乘了 ok 所以 这个n的话 要乘下面这边 ok 这个乘这个 下面这个n 要乘上面这个5了 ok 所以 你下面是5乘n 上面也是5乘n 所以到最后 算出来这边的答案 应该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的话 你们应该算到的答案 就是 ok 这边的话 应该就是5n 5乘n等于5n ok 这个你们应该会知道 同学 and then下面也是这样 5乘n等于5n 好 and then 当你做这边 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乘了 ok 所以 并不是5n乘5n 等于25n 不是 ok 到最后这边的话 你就要加起来 所以5n加5n等于 等于多少n 等于10n 是吗 所以答案是 10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最后你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答案 对不对 你就check咯 看n2 n2 对了 ok 25 上面也是25 对了 10n 所以正确 所以当你这些全部做到正确过后 你就可以写你最后的答案出来了 所以你最后的答案呢 所以你最后的答案呢 n加5 n加5 ok 所以 answer is equal to n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n plus 5 ok 记得 这边的话 n乘5 ok 变成5n 这边是n乘5 等于这边5n ok 这个交叉是乘来的 ok and then到最后 这边就是加起来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放个这样子的箭头 ok and then放个加 ok 这边是加 所以5n加5n等于10n ok 其实这个5乘5 你不一定是要放5乘5的 你也可以放25 跟1 可是当你放25跟1的时候 你最后算出来的答案 这边应该不是10n 当你这边不是10n的话 你就要再try另外一个方法了 这个是因为老师一try就try到了 ok 老师私下5乘5 ok 所以老师就是在用这个5乘5 结果到最后找到这个是10n 所以10n跟上面这个10n 它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这个答案就对了 ok 就可以用 这变成n加5 这变成n加5 ok 所以不要忘记 这个n跟n是要乘的 自己这个5跟5是乘的 自己到后面这边的话 5n跟5n是加起来罢了 ok 所以到最后找到全部答案一样 你就可以写出你的conclusion了 就是n plus 5 n plus 5 ok 如果紧接着这边是放-5的话 就是n-5 就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example ok 这一题的话 它的level我觉得 其实也没有像d那么难 我反而觉得 e这个会更容易一点 ok so这个e呢 它有点像我们a的这样子 我们就来看咯 先看它可以抽什么出来先 所以首先我觉得应该可以抽5x 因为两个都有5x 所以我先抽5x先 好 抽5x 5x 抽5x 5x 抽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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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一个x 剩下x 5x 抽5x 剩下y 好 你们觉得这个是5x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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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下s 剩下s s s 加y ok 好 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子听没有 答案是不可以的 ok 为什么呢 因爲我们看这个是s加y and 后面这边也是s加y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抽s加y出来 ok 我们可以继续做 就等于 s加y先抽出来先 我先抽 s加y 出来先 当你抽了s加y s加y出来里面是什么 5s加9 所以后面我就放 5s加9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final answer 它的就当就是 是跨幅s加y 然后跨幅5s加9 这是它的final answer 所以老师觉得在这样多题里面 最难的呢 就是这个东地这个题目 因为你需要try and error 你要一直不断的尝试 那个不同的答案 当你就找到这边的答案正确 你还可以确保 确定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所以如果还是有 不明白的同学 不用紧 你们可以询问老师 至于如果有同学 你们想要寻找 补习课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找老师 因为老师也是有在 网课教数学的 所以如果你们 喜欢我的video的话 可以like and share 谢谢你们 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